今天又會和大家溫習一下AS等差數列這個課題 我們會做一條深一點的MC 這條MC的問法是怎樣呢 它就說AX1X2B第一個數列和第二個數列 都是一個AS來的 都是一個等差數列 它就要你計這個比例是多少 這個比例是多少 你會發現這些答案是沒有AB的 只有數字而已 我們怎樣去拆解這個題目呢 我們試一下這樣想 X2-X1其實就是第一條式的D 我們叫D1 而Y3-Y2就是第二條式的D 理解了這個想法 我們現在知道其實要找的就是D1 over D2 D1 over D2 D1怎麼計呢 如果學生聰明一點 我們跳一跳去想 D1其實就是剛剛好 B-A除3 因為B和A之間就隔了3個D 所以B-A除3就是D1 OK 接著D2就是B-A除4 在第二個數列裡看到 A去到B應該欠了4項 所以就欠4個D2 OK 每個D2就會是B-A除4 好 解到之後呢 其實這個答案很快可以計到 就是4 over 3 2 D2 2 3 4 4 4 感谢观看